5月29日,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题是《拥抱新时代共援中国梦》,共有来自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50余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参加。 国务院侨办主任许佑生在会上做主旨报告,全面总结了2016年以来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开展为侨服务工作情况。 他指出,广大侨胞身处中外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前沿,是外界认知中国、认知中华民族最直观、最鲜活的第一印象。 有条件通过构建和谐桥社,树立大国侨民形象,为新时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天光加彩。 第一,侨胞要成为树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的亮丽的名片,坚定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身体力行的展示中华文化遵守住在国的法律, 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习俗。 第二,侨团要成为树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的坚强的基石,要积极推动形成侨团间团结协作的良好机制,发挥桥社的整体力量。 第三,侨领要成为树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的释放表率。 会上,十家海外侨团被大会授予华社之光荣誉,六位侨团负责人围绕大会主题发言,分享侨社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我们强其与纽约市警察局第五分局,纽约市交通局,纽约市反家暴联盟,医疗健康保健等机构合作,举办预防犯罪,交通安全,防止家庭暴力,健康等方面讲座,积极帮助困难侨胞。 一是当后囚包维护自身权益的发行人,二是其中做囚包拥有英国主流社会的人路人,三是其中做与组织国经营联系的铁身人。 我们将继续坚持加根基层,加强警民合作,切实维护好,保护好广大旅南侨胞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自2001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九届。